有个宝妈今天,在后台发了十多条字信,宝宝九个月了,做检查时候发现大腿跟横纹不对称,这是怎么回事,需要吗? 一,腿纹不对称是髋关节发育不良吗? 往往在眉睁有宝妈发现了大腿跟横纹不对称后,开始各种担心,会不会是骨头哪里出现了问题? 真的会是髋关节发育不良吗?会影响宝宝日后的成长和生活吗? 有的宝宝出现双侧腿纹不对称,特别是在长的胖嘟嘟,的宝宝总是比较常见的。 然而,这种皱褶不对称,却不能说一定有问题,只是一种提示作用。 二,如何判断自家宝宝腿纹或臀纹不对称,如果出现臀纹或者臀纹不对称,爸爸妈妈们可以先在自己家里做出不自前。 宝宝平躺时候,能否将双腿弯曲并拢,两只腿的膝盖能否同样高度? 宝宝平躺时候,握住其双膝,双腿做外展活动,是否有受限? 如果有出现外展受限或者膝盖高度不等,就要及时到,找外科医生检查。 六个月内可以做B超,六个月以后考虑做X线检查,看看是否宝宝患伤发育,性宽关节发育不良。 三,孩子为什么会宽关节脱位? 宽关节脱位的原因尚未完全明确。 根据有关资料,16%-30%发生于臀胃产。 这种病一般包病及律师女孩大于男孩,单侧大于双侧,左侧大于右侧,往往有家族史。 需要注意的是宽关节发育不良,有的不是一次检查就能检查出来的。 最好多次复查,因为在宝宝生长发育过程中,整肠发育的宽关节也有可能出现异常。 四,宽关节脱位有什么影响? 宽关节脱位,双侧脱位则走路时左右摇摆,很像鸭子。 但侧脱位时,脱位的一侧骨骨头滑到后上方,走起路来就像宽固脱位的一侧倾斜。 有的家长会以为宝宝在学习走路时,出现走路像鸭子这种现象很正常,容易延时,严重导致宝宝长到后走路一拐一拐的。 影响身体和心理健康的发育。 所以如果有出现上述症状,该看医生时候还是要尽量早点面诊。 看完今天的文章,关于宝宝腿纹不对称还有什么疑问吗?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互动留言。 同时,您的评论转发,是给我最大的鼓励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